拍八点档都是演坏女人 婆婆的邻居 都去关心我婆婆了 我婆婆叫宝莲 宝莲 你看好 你媳妇看起来好恐怖 你假关心你婆婆吗 当然 你不会吗 我都是真关心 对 就属于有点职业伤害 因为我之前拍八点档 都是演坏女人 很坏很坏的那种 然后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演起来挺舒压的 就是你知道吗 可以甩人家八爪 可以甩人八爪 然后就那种很 贱的嘴脸 你都可以就是 肃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然后就可以骂一群人 你知道吗 平时不敢讲的都很骂 你可以骂很溜吧 溜骂得很溜 而且这就是 好可怕的眼神 对 然后就觉得这帮人 然后他们唯唯诺诺的 很爽 很爽 然后但是我骂着骂着 就我婆婆的邻居 都去关心我婆婆了 对 然后都会跟我婆婆说 那个你还好吗 我婆婆叫宝莲 宝莲 你太好 你媳妇看起来好恐怖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我都好像名声坏了 他们怎么会把这个当真呢 他们就觉得我现实生活中 也是那种人 就平时对我婆婆也是那副嘴脸 然后我婆婆的姐妹 邻居 都开始关心我婆婆了 我婆婆成了一个那种 受害者了 但是你婆婆有没有开始 也默默地怕你 我就很怕我婆婆 并没有想帮我澄清这件事情 我觉得 她就觉得还蛮享受的吧 对 我也 就是为了一个恶媳妇 然后大家很关心她 对 每个话题 这个我也不好 只是我婆婆 但其实你不是嘛 我当然不是啊 好 好 好 因为你不是要澄清吗 但是你婆婆叫你去干嘛 你可以说 妈 我累了 我不想去做 怎么可以 我婆婆一般 不会叫我去干嘛 但我都会主动做很多事情 我是那种 谨小慎微 非常虚伪的媳妇 你会假关心你婆婆吗 当然啊 不会 你不会吗 我都是真关心的 对啊 真关心的 这个洞花的 我真是没有假关心的这件事 关心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才是 他们感受得出来 所以你是多假 我看看 妈 你最近还好吗 好假 不会有吗 所以他们会觉得 你在拍八点档的时候 是本色演出 对 我真的演啊 因为你平时跟她讲话 也感觉像在演戏 没有啊 那你都怎么关心你妈妈 妈 你今天擦什么保养品啊 怎么脸这么亮 你看是不是就很真 这我也会讲啊 没有 你刚刚才就说 妈 你最近好吗 我婆婆最近种的花开花了 我都去奉承一番 妈 你花开了耶 天哪 咱们家这什么风水啊 这种花一般不会开花的 我婆婆很开心啊 这一般人不会讲这种花 那种保养品我也讲 但讲多了也不是 每天就换个花样 因为我毕竟已经结婚十四年了 就能夸都夸了 就抓住一些细微末节的 我还有说妈 感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有你这么好的婆婆 还可以帮我顾小孩啊 然后纵容我 有时候喝得很醉啊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幸福 妈妈 我爱你 然后就抱她什么这种 你是不是很生活化 对 那你 你就没办法 你其实有一种 似乎在里面 但是重点是她没有虐待吧 我没有啊 对啊 对啊 我只是演得不好 我没有虐待 她一样有关系 我只是演得不好 偏题 偏题 撕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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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只是假 假 假关心的人